我觉得这次美国试评赛的意义不一般 除了它是一届试评赛之外 也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 50周年之前 我们的前辈在中美乒乓外交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0年之后我们怎么再去延续 我们要用行动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次比赛 希望中美配出两对混双 能够展示给世界 中美乒乓外交的这种延续 也希望球员用他们精湛的表现和球技 吸引两国更多的球迷 粉丝观众来共同加油鼓掌 也体现体育的外交的力量和影响力 因为王蔓玉和 因为王蔓玉和林高远 应该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大家都知道 林高远是一名左手 双打能力也比较强 和莉莉章配比较合适 蔓玉是双打和单打的能力都非常强 和美国的小甲配合 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不多 年龄差不多 沟通起来包括球风也都比较相近 所以如果把这两对拆开了之后 应该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力 包括在配合上 在沟通上 还有这个场外的教练上 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 中美各出一个教练 这样在语言上 在这个场外的指挥上 都能够尽可能的做到最好 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 把这个世平赛赛场 不仅仅体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 它还有体育外交 包括体育展示 一些和平 一些两国人民的这种交流 交往啊 我觉得把这些都演绎给所有的观众